腔腔三人行说不完的张学良 今天咱们请马先生和郭老师研究张学良的专家了 来聊聊张学良 张学良太多千古之谜了 但是您有望是个解开很多谜团的人 因为他是做过多年张学良的晚年口述历史 就跟张学良朝夕相处过 而且甚至你知道他还搞什么统战工作 他费尽心思找他的女儿学唱松花江上 然后让他们给张学良唱 盼着唱动了张学良老的感情 让他生前能够回东北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回去 但是今天郭冠英老师 我想先拿出来他写的一首诗 这首诗里边有故事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后来张学良 我虽然跟张学良很熟 但是我常常批评他 他不对的地方我就批评他 所以他对大陆回去的事情 老师这个捏捏捏捏 我就常常鼓励他回去 然后他就是你排除那些别的影响 结果后来他到了美国去了以后 他又把那个赵氏 其实赵氏对我有很多误会 认为我是会把张学良弄回大陆的 所以赵氏对我印象一直不好 结果他到了美国以后 把这个赵氏丢在旧金山 他自己跑到纽约去找他的这个老的女朋友 他最喜欢的 林老入花丛 那个叫蒋氏小姐 蒋氏小姐是贝律民的后妈 贝律民的后妈 贝律民的后妈 对对对 那么张学良说 人家就说赵氏好还是蒋氏好 就张学良讲了句非常外交的话 赵氏最好 蒋氏最爱 这是会老情 所以你就有诗为证 对 那他就写了 他就跟蒋氏很好 那么我就带他去到处玩的时候 我就写了这个 西口一别半世纪 就是他最后一次跟蒋氏小姐见面 是在西口 就是软禁以后 好梦未圆仇夜长 张学良给我了一首诗 是万公是血的 叫好梦未圆仇夜短 仇夜长 秋后骂子 新游乐 就是东北土话 秋后骂子就是已经老了 可是新游乐 纽约新朝共黄昏 两个人共黄昏 平身遗憾 为蒋氏 旧爱新欢本义人 因为张学良说过 平身无遗憾 唯一爱女人 我就想 他的唯一遗憾 就是爱蒋氏 旧爱新欢 本来是一人 老伴就是赵氏 有主了 已经信耶稣了 就不要再修回顾了 这蛮军武的诗 更报家人 赌几回 本来是无几回 那时候 知道对 因为他们两个常到大西洋城去赌博 我就说 更报家人赌几回 这个张学良好像这个人 他自己说他是有这个赌性的 对 我现在看到一些说法是当年西安事变的时候 他有一种心态就是赌一回 甚至自己也不完全知道后果如何 对 西安事变呢 他主要是被蒋介石刺激的 所以跟共产党并没有关系 他跟共产党那时候很好 他认为在那抗日的阶段角度来讲 我们要支持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经过这个长征呢 都没有被消灭 那么这个军队是 如果用在抗战战场的话 是个非常好的军队 而我们这些东北军呢 这些军队不过就是 升官发财吃饭而已 不像共产党有思想有组织 他是上下一贯的 这他在我节目里也讲了 那他就后来到了西安以后 就跟共产党都已经失通 失通生气了 但是他要不要抓奖 他还是在矛盾 因为蒋介石逼迫他一定要 要广快做最后的五分钟的努力 就把共产党消灭 可是他还在矛盾的阶段 就是为了一二九那天 他把学生劝阻了学生 去华清池向蒋介石的请愿 他把他劝阻了 劝阻了晚上 他就跟蒋介石去讲 说我把学生给劝阻了 我跟学生讲 我可以代表蒋院长 蒋委员长 保证各位 我们马上要抗日 我也可以代表学生 去跟蒋院 讲委员长讲 请蒋委员长广快抗日 就蒋总统就骂他 蒋委员长就骂他 蒋介石就骂他 所以你怎么可以做两面人 一边代表我 又代表学生 就讲得很凶 讲得很凶呢 最后说我告诉你 对付这些学生 除了用机关枪打以外 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他张学来为了这句话 就气得 他说如果当时有手枪 我立刻就把蒋介石打死 可是呢 他说蒋也看到我脸都变了 所以蒋又安慰我很多 很多好话 哎呀你年轻啊不懂事 就我们老人家安慰你年轻不懂事 就我懂了 就为这个吵架 他下定了决心 就抓他 所以129嘛 1210 12月10号回去策划 12月11号晚上就出动兵了嘛 到了华清池早上5点钟就抓人嘛 马先生对这一段 对张学良 您的兴趣点在哪 我觉得 这个张学良的这个词举啊 就是这个西安事变的这个举动呢 他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呢 他是有些相败的地方 你比如说他毕竟那个这个蒋介石他主子嘛 这个动这样手 这个在历史上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有好评 他没有对错 理论上讲他没有对错 他对你有对错 对这个事态没有对错 你动手 如果你是他的下属 从文化的角度 这个这上呢 大部分人是不能通过的 但是后来的事情是比较出乎我的意料 我觉得蒋介石还算很心很宽的 不管怎么说到最后 这个这个对对这个事态 对张学良这个事态呢 就是还是接受了这个这样一个事实 你要你换我们每个人自个儿想 你底下人给你翻一次脸 你试试 这个是个极端的翻脸 就基本上是危机生命的一个翻脸 比如说我现在近年来啊 看到过一些海外有这么一种观点 是个个都声称自己是有什么档案的 比方说就讲这个当年西安事变 说张学良啊 呃是本来在西安事变之前 跟苏联方面就跟斯大林这方面接触密切 那么说张学良实际上是有那么一个心思 就是导奖 然后由他做这个总头 总盟主来领导抗日 甚至说当时中共方面也表示 愿意接受张学良的这个这个麾下 来来共同抗日 那么你根据对张学良的了解 你觉得他当时有可能有这个盘算吗 他是花花公子 他没有想要领导抗日 他只想跟着蒋介石 好好的去抗日 他认为蒋还是要捧蒋为领袖 所以呢 他跟苏联联系的原因是因为说 我们打不过日本人嘛 我们只有靠苏联的资源来那个抗日 那蒋当时也是考虑到底是要靠德国人 还是靠苏联人 这两种东西跟日本抗日 那么蒋也在连苏 那么后来这个张学良知道蒋这连苏 他更认为我的连苏 连共的政策是没有错的 可是蒋的意思是说 我虽然连苏 但是我把国内的共产党要消灭以后 要搞清一色 这样我才能做 所以两个人真正的 一个是安内朗外 一个是朗外安内 张学良主张 我们只要能够先对付外面 我们内部自然会安 蒋介石说 我内部一定要清得干干净净 我才能去朗外 那可是你刚刚说的那个 有关那个组织 向他组织判断 你不要忘了一点 蒋介石他当时的时候 中山剑事变 他也把人家汪精卫抓起来了 汪精卫也是他的头 他为什么可以抓人家呢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张学良等于救了蒋介石 中原大战的时候 要不是他站在蒋介石这边 他站在冯玉祥 和站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阎西山这边 蒋介石就完了嘛 所以蒋介石 对他非常的感恩 也真的把他当做 蒋介石本来天下 都要交给张学良 就在西安事变 以前的时候 交给张学良 所以至于 蒋介石回去 为什么没对他 那个下杀手呢 因为他饶了蒋介石的命 蒋介石当时把命 争回来了 他心里高兴得很 所以他 可是呢 又不能不抓 这个张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部下 觉得张这样做 他这个戏演不下去 所以他必须要 把庄杀的 可是你看他对杨虎成 他就最后痛下杀手 就区别对待 就区别对待 他到了1949年 大陆快失败的时候 他也很气 他准备杀张学良 可是后来 因为张学良关在台湾 他还来不及杀 如果在大陆走的时候 张学良又 二二八事变以后 他们本来想 陈怡本来想 把张学良送回大陆 就是觉得台湾不安全 当时都已经 东西都打包好了 准备送到江西 结果后来 那个内战恶化以后 就不动了 如果送到江西 想走的时候 一定叫毛伦凤 就把他杀掉了 懂不懂 在台湾就没杀 这个历史真是有兴趣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咱们可以看看 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感情 蒋介石去世的时候 张学良送晚联 说这个话 有意思 说 关怀之音 情同骨肉 正见之争 宛若愁愁 为了这个晚联 张学良足足想了三天 好像说 原来这个 咱们大陆这边 吕正超将军 跟这个张学良 互相赠师问答 你看张学良 他回的 白发催人老 虚名误人身 主恩天高厚 世事如浮云 这个就让我们很感兴趣 您怎么看 这两个人之间 那个 他给蒋介石 那个诗 是他第一次告诉我的 所以在他生日以前 我把这诗公布在联合报上面 那么这个白发催年老 他以前常常跟我们讲 他不是单对 他常常喜欢提这个诗给人家 代表他很豁达 代表他 这个诗也是跟蒋介石讲说 我对天下没有争了 你不要杀我了 也是有一点这个味道 那么 蒋这个诗呢 是说他 蒋介石死了 蒋夫人呢 就请这个张学良 到他的林前 看一看 蒋夫人 因为知道他们两个感情不错 所以张学良说 想了三天 我不晓得了 他没有跟我讲 他说 他回去就写了这首诗 张学良有些诗 讲得不错 有些他的意念很好 我最喜欢他的首诗 叫做 他去结这个 叶这个严嫔正王词 就是叶这个正宗公词 那时候还关得很厉害 大概1950年左右 他就写了这首诗 镊子孤城一子炉 田鹰大义 扛强壶 丰功起在尊民术 民术 确保台湾入版图 他就跟我讲说 你看这首诗什么意思 我一下看懂了 唐德纲听不太清楚 还说 这是讲正成功 唐德纲 那个张学良就不太高兴的说 本来讲正成功 可是这是 其实这是他的智矿师 丰功起在尊民国的术 我张学良 其实在尊奉了中华民国的术术 我的丰功 是在确保东北入了版图 如果我今天跟日本人合作的话 东北早就独立了 成为一个日本的附属地了 所以我的丰功 他假借业这个正成功的诗 来肯定自己 他跟张学良 他跟蒋介石的感情就是 我们两个人 他自己跟我讲 我们两个人确实 蒋先生对我的关怀 确实非常密切 非常好 可是呢 为了安内 安内朗外 还是朗外安内 我们两个真的 好像丑丑一样的 他这句诗也写得很好 但是软禁一辈子 这个心理真的是 他能很豁达云淡风轻 张 那个蒋介石是为爱护他 才把他软禁起来的 因为赵氏跟他讲 你把他放出去后 他就找别的女人去了 所以呢 为了我们两个的千古爱情 周总理已经说了 他们两个千古爱情 那蒋介石说 我要达成周总理千古爱情的愿望 我就不能放他出去 不然他又去那个乱搞了 老花花 你看一放出去 不是找蒋寺小姐 所以我都是原队的 但是他年轻的时候 是不是就给人的感觉 说是这个花花公子 但是我发现他自个儿 好像感觉说 你看那个时候戴笠 老是追查我 我那个时候在上海 有个女朋友 但是实际上 我是假借什么惠女朋友 给他们造成假象 我是去谈这个经国大计去的 他是不是这么 这人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我没听过他讲这个话 但是他对特务确实是不满 不但不满军统的特务 也不满中统的特务 他就认为说 蒋先生 这个人 他什么地方都安一个人 在旁边监视你 他说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是信人不疑 疑人不用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唯一那个疑过的 就是这个小郭 就是郭冠英 其他的他就是吹牛了 他说蒋介石 老是喜欢每个人旁边 安一个特务 那么没有人不晓得的 他是这样子的话 什么军事成儒炒戒 成事军儒叩仇 你这样对人的话 人家就怎么对你 他说蒋这种到处防备的心 其实对他的政治是不好的 那么 所以蒋怎么监视他 他其实最后也没监视掉 蒋后来很痛悔 就是说蒋在跟他吵架以后 回去在日记才写着 对张说话不可太过 以免于心不安 因为他那天看到他发脾气泡了 你在他地盘里 你只有一连人在那边 他有十万的军队在这边 他随时把你抓起来 讲究他自己写着当心的话 结果我说他后悔以外 没想到张学良当时就想抓他了 真的就是干这么一票 马先生你对张学良这个人的内心 有什么揣测的 我觉得他那个时代 就是我们抗战初期这个时代 跟民国革命后来的这一段时间 就是民国革命成功以后 这一段时间对他们影响是非常深的 这一段我们的历史中写的都比较淡 我想台湾可能都比较清楚 就民国革命的成功 他当时从191年辛亥革命 10月10号开始 一直到第二年次年的孙中山临时大总统 这中间多少个省独立宣布独立 中央宣布独立 那么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心态 就是终于从清朝拖出来了 清朝快完了 我们兄弟们都个个独立 当时好像有统计14个省都宣布独立 这是一个心态 然后从1912年孙中山临时大总统以后 一直到孙中山去世的这十几年当中 你知道有多少人站过这个位置 甭管是时的虚的临时的长的短的 因为大概是19人次 14人站过这个位置 总统的这个位置 那么最短的一个人叫周自祈 他九天当着总统九天 就临时行使总统的原则 职务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他的军阀 我们过去老看这个 红农记不老有个台词叫天下混乱 什么军阀 军阀混乱天下大乱呢 就是当时的这些军阀 因为他爹就是军阀 这个不用说嘛 他爹 那个张左林张大帅那都不得了的人物 要不是被那颗炸弹炸了 那后面我想他也没那么光辉 他不会那么年轻就突出 有爹罩着呢 因为爹走了嘛 他就他就 他是一个出 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 少年登科大不信眼 对对对对对 背景太好 背景太好 好 对对对对 背景好了 然后有登的又早了 所以他这个心态呢 就是比较火气壮 你想想他在 他等于是拔枪相向 他主子的时候 他是30多岁 但是他妈火气最壮的时候 一个人一生中火气最壮 而且没顾虑了 20多岁你要做这个事 你是有天大的顾虑 你到50多岁的时候 我估计也没火气了 对对对 所以我的50岁还能干范兰青 我60岁干范兰青的事情 我很了不起 对对对 您有这样的心态 是非常不容易的 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大陆 就是接触的 我接触的知识分子很多了 像您这个年龄和背景 有这样大火气的人 他根本我见不着 性情中人 性情中人没有了 几乎没有 说话都是非常缓和的 我原来也非常性情中人 像这些年磨的也比较缓和了 颓了 有时候把去的话还不是那意思 就让人给曲解成那意思 你还没地方去解释去 但是我是看 这有差距就是 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比较聪明的 像我这么笨的人还是不多了 知识分子是需要 需要您这样的 需要有傲骨的 确实是笨子 但是我看 像张学良 就您这个纪录片 他的口述 言谈话语之间 他还是挺雄起的 挺雄性的这么一种性格 甚至让我联想到 东北人 你觉得张学良的性格当中 是不是还会有一种 不能叫匪气 反正当年他爹 就不就是拉队伍 拉杆子 是不是还是有这么一种气质在里面 这太多了 他我有个十四级的 这个四级行过 我原来有四级的四级行过 现在做了个十四级的 其实你们所讲的话 所有的问题在里面全都有解答了 我们中国订阅时的 对都在里面讲得很清楚了 看完以后啊 我们很多争辩的东西都不必讲了 因为 可是东北的这个习性呢 也有好也有坏 他可能在乱世中间的时候 他很勇敢冲 但是这种习性 如果在一个比较有正常的社会 法治的社会 这样子的话 很多人就作奸犯科 就这种事情 那么张学良他也说 我爸爸是因为这个 当时的时候天下大乱 所以我们是保险队 不是完全是土匪 保险队其实就是军队的前身 就是说你这个这一区的士绅 给我钱 来养个武装 来跟外面打 可是养谁 你不会养那个马英九啊 你一定养的就是张作霖那种 或者是那个 保家护院的那种人 对不对 那么一定是这种 两肋插刀的这种人嘛 所以也不可能找养张学良 也不可能讲郭冠英这种人嘛 文文卢雅的 对不对 一个聪明 一个笨的知识分子 不可能这样 所以呢 乱世中间就出这种叫做枭雄 可是呢 这种枭雄的这种性格 如果还在法治社会呢 常常就作奸犯科 因此就应该由民主 在法治来规范这个东西 我们希望我们能建立一个 一个国家以后国家稳定的 我们靠民主法治的来壮士的国家 而不是最后你看 刚刚你说的那个军阀 有两百多次的战争 大家杀来杀去 那就不应该 所以这就是张学良 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 要见法治国家 枪枪塞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问个敏感问题啊 就是张学良到晚年的时候 他对共产党是一种什么看法或者感情 他跟我说他还是很喜欢共产党 尤其到晚年的时候 可能脑袋不糊涂了还怎么样 他晚年的时候竟然说什么 我就是共产党 我就是共产党 那么可是他基本上 他对共产党还是蛮肯定的 肯定的 他就觉得尤其对长征很肯定 他就认为说 后来国共这个内战都是不必要的 如果你当初蒋介石听我的话 好好的这样子弄下去 蒋介石后来在49年也很火大 45年也很火大 他就跟他讲 他跟王铁汉讲说 这张学良什么东西 到现在还讲糊涂话呢 他说共产党不对 中央搅供也不对 其实他是说不要用搅供的方式 共产党的事情可以用政治解决的 结果蒋介石不用政治解决 在双十这个协定后 破坏这个协定打成内战 告成今天两岸的分裂 所以可是呢 当然在后来在三年自来灾害的时候 还有这个人为灾害的时候 他对共产党当然也有意见 也有很多的 可是基本上我觉得 他对共产党印象还是不错的 一直想加入共产党 只是因为史达林不批准 就在1936年加入了共产党 所以这个毛周两个人 其实违背第三国际 偷偷摸摸的说 你算我们的精神党员 精神党员 因为组织上那个被王明被那个谁 被史达林给否定掉 还有这么一段的 好像那个 路党的申请书在你们档案里面都有 而且就说他生平好像最佩服的说是周恩来 对对对对 但是在你跟他接触当中 你发现他有什么讳莫如深的地方吗 就没说出来的 他也永远不愿意说的 我有个好处 他所有不愿意说的 我几乎都问出来了 而且我都放在节目里面了 我也就讲出来了 比如说西安事变到底是什么原因 蒋介石到底有没有答应什么条件 他都讲了 他以前就跟日本人都不讲的 跟什么也不讲的 在我面前你要会问 他一兴奋的时候他就讲了 包括他怎么后来 怎么跟蒋介石吵架 什么最大的原因 他都讲了 就是饥饭箱打绝生的 对对对 这个事情 但是照他这么说 我们就觉得很简单 好像就是年轻人 这家伙一下一口气撞将上来 但是实际上 他说跟共产党没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因为他自己觉得 我为了爱国 为了抗日 共产党是一个 不要用武力消灭的对象 是可以统战联合的对象 这个人说到底 还是一辈子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他就是这一点 对他一个是家乡关键重 另外一个他还是航武出身 就是动不动 我觉得还是有的问题处理的 还是简单 就是那个年轻气盛 家境太好 家境太好 但是最终你觉得 他是想回东北的吗 他非常想啊 第一天跟我讲 他非常想回东北 为什么最终不行 后来就因为老的 那个头摔坏了 被那个亲戚包围了 就不让他 就不让他